好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中共当局在经过两年的斟酌思量之后呢 终于在本星期一宣布将原铁刀部长刘志军判处死缓 这是习近平掀起的反腐运动中被判决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但是判决出台之后呢 不少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判得太轻了 可能打击民间对于政府打击贪腐的信心 那么刘志军的审判有哪些被外界质疑的地方 是否显示了中国这个政治考量和人脉关系高于法律的这个中国特色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破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对这次这个刘志军的判决你的看法是什么 刘志军这个判决死缓 应该说我们也可以说为太轻也可以说为太重 太轻的从老百姓来看是太轻了 这个贪污了这个拥有374套房产 贪污了这个多少亿的资产的人 把铁刀部当成他家来吃的这么一个人 一个巨贪 据说是这个唯一公布了这个财产的人 他的财产被这个检方院供出来是惊人的 多少多少亿的美金 多少亿的欧元 多少的这个股票 多少万的股票 多少的这个公司股份等等 这样一个人最后这个巨贪 这个时候判处死缓 等于死缓是个免死牌 而根据他的年龄 根据他们这些人的身体状况 改称无期 然后保外就医就了事了 就放人走人了 所以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是绝对不会平的 一定会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假动作 是这个表面子一阵风 那从官场来看来又太重了 怎么说呢 用铁道布几万亿的几十万亿的资产 是一个大户 刘志军一个人不可能独吞 他上有老下有小 上面可能有江泽民这样的老人 也分了一杯羹 还有据说涉及到胡锦涛的儿子 和王兆国的儿子 那么下面他还有很多的干部 都跟他分了羹了 而他本身对这个案子的态度就是 不鸟别人 只说自己 按江泽民的话说三不讲 一不讲别人 二只讲自己 三来也不乱讲 所以说他这个不鸟人 结果他就不会被杀人灭口 他守口如瓶 保下了一大堆的贪官污吏 从那些人的绝度来讲 他就是一个牺牲品 被抛出去了 他享受了玩弄了 然后去花了 就把他扔出去 而他也保了一条命 所以这个从中国官场来看 恐怕他又是太重了 所以这个太轻太重 都是一个争议 好 我想请刘平先生来跟我们分析 我们知道您对这个案子 也一直关注 你就从司法程序 或者其他外面观察到的因素来看 你觉得这个案子有什么疑点 好的 其中一个就是 简便双方的角色 好像易了位了 这个简方是要定你的罪 可是我们发现 简方好像在帮他努力脱罪 要减轻他的罪行 便方是要争取 尽最好能够无罪的 可是这个 这个便方跟简方 仿佛是密切合作 他说的话是什么 他就讲说他没有 他一切要坦白 他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 他非常后悔 那么他讲了半天 就让我们觉得说 究竟这里面还有多少是 法律上所没有呈现出来的 有多少是政治交易的 有多少是为了牺牲他 然后可以保住 其他人的这个巨额财产的 在审判的过程中 还有很多的疑点 又比方说有一个疑点 这里面扯出了一个 所谓的案外案 这里面有一对妇女 跟他这个中间 有什么样的勾结 那么这是妇女这些财产 或者这些妇女 他这个钱呢 又往这个中纪委那边送 希望能够保住一些人 然后又往中组部那边送 希望能够推一些人 能够记这个刘志军的位置 这些钱到底 这个走法是怎么样 这后面到底还有多少 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都应该是要把它揪出来 要扩大办理的 可是呢 这个好像这个事情也 按理越说越小 说到最后就没有什么重点 对 所以这里面都是一些疑点 好 建林 这个显然这一次 是对于法治的一次玩路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非常惊讶 可能国际社会也感到很惊讶 但中国人对此一点都不惊讶 这种不惊讶就反映了中国的现实 实际上对老百姓来讲 无非是再一次的被愚弄 看到法治的被践踏 但是我觉得这次事件 对习近平的打击最大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 反腐 誓言反腐 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施政的一个政策 而赢得民心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举措 这个案子可以说 把他所有的誓言给摧垮了 就高高地举起 轻轻地放下 大家不会再相信 他反腐的誓言了 所以这一点呢 我相信对未来习近平的执政 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另外我们要看到一个现实 靠共产党的政权去反腐 是万万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在中国 反腐就等于反党 所以这个事实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所以这种事实 这种这个事件判了以后 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刘志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一直有 但是唯一一点没有争议的 就是他是个贪官 那今天呢 这个这样的判决结果 我自己觉得说 是这个里边 其实最大的受害者 是习近平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因为习近平这个上任之初 他就是要打贪腐 这个因为民意 有这样的要求 强烈的要求 可是这次我们看到 这个刘志军显然是轻判了 那不是不可以轻判 这个中国的法律里面 确实有轻判的条款 那关键是他符合不符合 轻判的这个条件 我们看到 第一 他没有立功啊 他也没有检举揭发 他最多就是说 他认罪服务法 然后他退赔了 我跟你讲 很多很多的贪官 通通都退赔 通通都认罪态度很好 通通都这个竹筒倒豆子 交代自己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形下 他真值得 你轻判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显然 我也不知道这个习近平政府怎么去想的 那这种结果 我知道有一些分析 那么就是认为呢 就是说大家都是互相就是觉得 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以后搞不好 我自己也走到那一天 所以只要你态度好 只要你合作 只要你不把其他人咬出来 那么我也就放你一条深入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官场上的贪官是很多 但是我不同意说 每个人都是贪官 那这个里边 他最近事情发生这样的结果 对那些真的是主持正义 主持公道 然后不贪的人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好 破空 对 我想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角色错位的问题 必须把那几个话要理出来 那个检方说 他配合调查 有立功表现 甚至这个挽回了损失 但是作为这个 这是检方 检方主动要给他减轻 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的 就没有 辩方没有提出的情况下 检方就要给他减轻罪责 这是一个奇怪 第二个奇怪就是 作为官方给他指定的辩护律师 却当庭指出 他没有立功表现 他没有检局检查 他什么也没有 结果他本来是给他辩护的 要么轻罪辩护 要么无罪辩护 他意思就是说 你重判吧 把他杀了吧 干脆 好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本人 这个刘志军本人也很怪 他自己见到律师就告诉他 他说不要给我辩护 然后他又说什么呢 他生是组织的人 死是组织的鬼 他说判生 判死都不上诉 实际上他很会做 从法律上来讲 他是一个怪胎 他好像不懂法律 但他非常懂官场的那一套 假法律 他知道他唯一做到一点就行了 就是不乱咬人 他只要守口若贫 就不会被杀人灭口 他不会像胡长青那样 陈克杰那样 或者是以前的国家要件局那样 那个你自己犯的罪 你哪怕是几百万 你还去咬别人 对不起 那就把你杀了再说 因为你咬的是更高层的人 那杀人灭口 在共产党是干得出来的 但是这个人就很会做 刘志军 他就来一个医生不吭 什么的配合 别的我都不知道 你说别的干部我全不知道 这样子消息传举 你知道这个案子都是 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来定的 那么一听到说 哎呀这表现很好啊 大家都热烈盈眶啊 你看保护了我们党的 这个大批的领导人啊 退休领导人 你把他保下来了 算了吧 免死吧 十环一局 免死派一发 实际上他就自由了 听你建立的分析 实际上呢 就是刚才 破空分析的非常好 像这里边是一个 叫做监狱文化 你要知道怎么运作 并不是说不咬人 就死不了 有的不咬也死掉了 因为说你不咬 你后来以后还会咬啊 所以这里边 实际上刘志军呢 这个被判 他后边进行了 长期的运作 怎么运作到 两年多的时间 留到你的命 到最后你又不能再咬 所以并不是说 我不咬就不杀人 那这里边是很多细节了 怎么做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讲的呢 就是说 与其说这次判决 是对司法的一些玩弄 不能说 不如说习近平 是对民意的一次玩弄 刘晓媛呢 这个在判决以后 这个刘晓媛是一个 维权律师 他开了个博客 让大家投票 说是来表达自己 对这个判撕缓的 刘志军判撕缓的 一个建议 很快 这个 他的这个博客 就被杀掉了 他说刘志军没死 我的这个议论 马上就死掉了 就是说 这种现象就说明 他是未来 你知道吗 历史学家 是看这段历史的话 是对习近平 这段历史的注脚 都是 就是说你的反腐 完全是扯淡 就是没人再相信你 我觉得 他的未来的 在这方面 恐怕在言辞方面 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他再说 也没有人相信了 我知道外界 就是在报道的时候 比如说华尔街日报等等 他们在评论 这个事情的时候 很多是对于 刘志军和中国高层 最高层的一些 比如说跟胡锦涛的儿子 胡海峰的关系等等 有一些猜测 还有一个就是 铁道部现在被改革 变成一个国营公司 掌控的是谁 这中间有巨大的利益关系 以后铁道部 成为一个国营公司 跟航空公司等等 现在那么 现在有很多报道 就是说已经被几家精英家族 已经掌控了 实际上这个利益 所以这里面 有巨大的利益牵扯 好 破空 最后还有30秒钟 请你跟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对 铁道部是一块大肥子 我刚才说了 有几十万亿的资产 那么这个刘志军被拉下马 也可以说他内部有权力斗争 很多人觊觎这块肥肉 把它拉下马 然后把铁道部改成了公司 放在交通部下 那么现在究竟属于谁 我们不知道 比如江泽民家族包了电讯 李鹏家族包了电力 那个胡锦涛持了个社外合同 温家宝家族包那个 就是什么保险业等等 那么哪个家族来包这个 分这个 很难说 说这块肥肉分配过程中 就是一个权力斗争 而权力斗争的根本 是一个利益的斗争 利益的争夺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的讨论就在这儿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很快就是 我们的弹无需发栏目 观众朋友 请您不要离开